最近,奥兰多少兵报,就引用了达沃斯的言论,达沃斯这样说道,德怀特曾经待在一个好地方指奥兰多,当你还年轻的时候,有时候你意识不到这个,你在社区中的忠诚会永远被记住。 但如果你离开的话,在下一个地方,你就不再有忠诚可言了,忠诚不会得到累加,因为你会失去你之前所拥有的,或许你会得到一些新的爱戴,但或许你并不会,也许净收益没有你想的那么好。 在霍华德一年又一年到处流浪之前,他的前东家似乎,就完全了解这个大个字的心态。 从达沃斯的言论来看,他似乎在暗示忠诚不是霍华德的强项,在NBA中,就像生活一样,你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。 如果达沃斯所说的是真的,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,霍华德所在的球队对他的忠诚程度和他对球队的忠诚程度是一样的。 霍华德近些年来一直浪迹于各支球队,很明显,双方的忠诚度都很低。 从魔术老板的角度来看,霍华德或许是不忠诚的,魔术不是一个大市场地区的球队,如果霍华德在的话,他们就可以拿到不错的球票销售收入,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收入,可如果霍华德这样的明星离去,那么魔术的收入必将大幅下降。 可以说,这才是魔术高层关注的事情,批评他不忠诚只是一个幌子,NBA是一个商业联盟,并不是金庸的武侠世界,忠诚建立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,比如球员拿到了不错的薪水,球队认为某个球员达到了预期,甚至超出了预期,那么就有忠诚了,不管是球员还是球队,球迷们都不该用命胡冲的标准要求他们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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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